我們再來做一個 刪除原來的 然後我再來做一個 我要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一樣 我先讓它變小一點 佔滿全螢幕太大了 我一樣用50% 大概這樣的大小 然後呢 我也可以讓它旋轉 一樣喔 第一個影格 我讓它關鍵針先打開來 它是零度 然後最後一個關鍵針 移到最後一個關鍵針 我可以把旋轉 假設我設為360 360度 按下Enter 它的關鍵針就起來了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看 你看 一搏 它就旋轉了 可以嗎 OK 它就旋轉了 那當然你可以說2加720 哇Enter 最後一個影格是720 它就會轉好多圈 你看 它就轉好多圈 可以嗎 它會自動算出來 那這個我想這太簡單了 我們來做一點小變化 我希望它從右邊 走到左邊 同時 翻轉 從右邊走到左邊 同時 我希望它大概翻兩圈 到右邊 好不好 所以你看喔 一張圖過來 太滿了 我把它先縮一下 縮成50%就好了 那整體就是 從頭到尾都是50% 好 那現在我要它靠右 好 你看 位置 是在2879然後Y走是0 來我把關鍵針打開 那因為我同時要它翻轉 所以旋轉的關鍵針也要打開 現在開兩個喔 位置的關鍵針也打開 旋轉的關鍵針也打開 然後我移到最後一個影格 然後現在 最後一個影格我讓它的位置改變 我直接把位置變成加一個負號 到左邊來了 同時旋轉 因為我要讓它轉兩圈 所以轉兩圈就是720 我這邊也打720 Enter 你看它關鍵針也亮起來了 所以我們從頭看一次喔 它就過來了 它就這樣 它這樣子 順時針轉 假設我不習慣 這樣子 順時針轉好奇怪 我希望它逆時針轉 那很簡單 在最後一個關鍵影格的旋轉 我們換成負的720度 所以再來播放一次 喔是不是就這樣轉了 可以嗎 OK 我再講一次喔 剛才 因為其實一張圖案 上面是可以設定很多動作的 我們剛才都很單純 設定 位置改變的 關鍵針而已 或者剛才我們有新教的就是 旋轉 我可以設角度 頭跟尾各一個角 那現在 我希望這個畫面 同時從右邊移到左邊 同時還要旋轉 來我先把整個縮放先改成50 因為太大了 我把它縮小一點 好 現在目前整張都是這麼小喔 而且 沒有動作 我在頭的地方 把位置 關鍵針先打開來 然後我可以 把它移動到旁邊 好 你看到 位置 28790 那等一下我也希望它會旋轉 所以我也把旋轉的關鍵針打開來 所以兩個關鍵針打開來 然後 移到最後一個影格 我希望位置能夠移到最左邊 所以我只要 把這邊的 裡面 X軸點進去變負號就好了 打完記得按Enter 你看關鍵針就自動亮起來 因為它發覺 跟前面的關鍵針位置不一樣 它自己關鍵針就起來 那旋轉呢 我也是一樣 打個720度 720 打完按Enter 它又發覺 跟前面的角度不一樣 跟前面那個關鍵針 角度不一樣 它自動關鍵針就亮起來 所以 這時候你從頭撲到尾 它就會移動的同時 也在旋轉 可以嗎 可以嗎 720 我打 打了之後 它那個針 可以自己滅掉嗎 那 打了之後 沒關係 滅掉你再把它打開 因為可能你的前面 有些人 前面因為忘了把旋轉的關鍵針打開來 所以打你後面 它發覺你的前面旋轉沒有關鍵針 它以為就是你希望那個角度 就整張的畫面 角度就是直接改成那 而沒有要做旋轉的動畫 所以你一定要前面 旋轉的關鍵針要打開來 你後面 後面那個影格 你只要數字 旋轉的數字不對 這跟前面的不一樣 它自動關鍵針就會亮起來 可以嗎 來 各位嘗試做做看 現在有兩個動作